卢州国中跆拳道选手李依林 过去在中益国小的时候就有不错的表现 来到了卢州国中就读之后 依然受到了学校的支持和鼓励 而今年他也将代表新北市参加全中运 期待会有更好的表现 即使已经放学了 卢州国中跆拳道选手李依林 依然得到练习场报道 从就读中一国小就开始练跆拳道 后来升上卢州国中 依然维持很好的状态 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没有那么好 然后就会想去更加强这个部分 然后因为毕竟练习的时间都是在晚上 然后所以课业其实是有点负担 因为没办法说完全的掌控在自己的身上 能够在全中运选麻赛中有相当优异的表现 就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学校除了肯定依林的努力之外 也期盼他在全中运上可以为新北争光 依林在这边的条件也不错 我想今年应该有很好的成绩 我想全中运应该好全中运要延期 要不然就大概3月16号比赛 4月16号就会很不错 那没关系 延期我们孩子的培养的时间更长 那我们的调整 我们好的脚步 我想预期在这次的全中运当中 应该会大有斩获 由于逸林晚上还得继续在练习场练习 有时难免兼顾不了课业 但是他为了延续自己的兴趣 会努力找到平衡的方式 希望两边都能做到好 记者沈仲林锦鱼 如舟采访报导